一个秋台台美台风22号凌晨2点生成 路径难修不会直接袭台 但气象属市井威胁还在后头 在旅宋岛或者是八字海峡这一带有台风通过的时候 东北气风跟台风外围环流的东南风会产生复合的作用 再加上地形的影响 容易在我们的北台湾跟东台湾的部分有显著的降雨 我们要提防有共伴效应的可能 这个是有机会发生的 气象专家也说台美台风不能轻忽 象溪分量增加较成加快比前一天快了6至12小时 影响台湾风雨的时间也提早 周四周五因为东北气风增强 外围环流移入水气增多 加上中央山脉阻挡 北海岸及宜兰华东地区恐怕会有好雨 得等到周五下半天各地风雨才会有明显缓和 东南侧到菲律宾东方海面 这边有一个大地压带 那里面有两个热带性系统 那比较靠近我们的是在我们的东南方 约1100多公里海面上的 第20号台风坦美 那另外的话在其他的东侧 这个大地压带东侧呢 也有一些扰动在发展 也是未来要特别注意的 后方热扰动是否在城台还要观察 但北部和宜花东地区 民众得先做好防台准备 留意致灾性强降雨 三星文黄正姐王佩华台报道 三星文黄正姐王佩华台报道